第101章 雪衣离门 剧痛 当林洞身形窜入那两只巨大水晶魔盘交接处的刹那 一股无可抗拒的剧力立刻便是笼罩了他的整个身体 在那种可怕的力量下 林洞直接是在瞬间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权 紧接着他便是感觉到他的身体开始寸寸崩裂 而在身体崩裂的时候 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剧痛侵蚀而来 两只水晶魔盘以一种横定的速度缓缓旋转着 仿佛天地间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拦这种看似缓慢的速度 而林洞的身体在那水晶魔盘下则是如同了胃一般 剧痛让着他的身体紧紧的蜷缩在一起 一道道肉圆可见的裂缝布满着他的身体每一处 在亲身体验到这所谓的剧痛时 林洞方才明白 为什么那小雕在听到他打算使用精神魔盘来锤炼精神历史 会用那般异样的目光看他 原来这等痛已是强烈到了这种地步 林洞死死地咬着牙 他接近全力地保持着神志的最后一丝清明 努力不让得自己被那洪水般的剧痛所淹没 而在这种煎熬之下 林洞身体之上的裂缝也是越来越多 片刻后他的身体猛然一颤 竟是在此刻突然爆裂而开 化为无数的精神光点 他的这道精神体直接是生生被这精神魔盘拧爆而去 而就在林洞这道精神体爆裂而开始 一团白芒突然从那两只水晶魔盘中涌出 然后将一团精神光点包裹而进 林洞的一丝神志飘荡在那些精神光点中 他能够感觉到那从水晶魔盘中涌出的白芒 充斥着一种奇异的能量 而在那种能量下 那些飘散而开的精神光点 竟然是再度对着他这一道神志汇聚而来 随着越来越多的精神光点凝聚而来 只见得林洞那被碾爆的精神力 居然是再度被复原 望着这一幕 林洞眼中也是充斥着认惊之色 不过还不待他感叹着精神末盘的神奇之处 心情那足矣让人为之疯狂的剧痛 却是再度扑停盖地的袭来 水晶末盘之外 那小雕望着精神再度被声声碾爆的林洞 嘴中不由得发出嘖嘖的声音 爪子抱在胸前 颇有点看热闹打发无聊时光的心态 嘿嘿 雕爷倒是要看看 你这小子能够熬几次 在当年这石符落到他的手中时 他也是曾经试过这所谓的精神末盘 那种痛即便是如今想起来 也是有些令得他寒毛到处 这东西虽然的确是能够磨练精神力 但却不是一般人能够消瘦的 淡淡白茫涌动的空间中 两只水晶末盘依然是保持着 恒定的速度旋转着 而在旋转间一股股堪称恐怖的力量 也是倾泻到了 墨盘交接处的那一道少年身影之上 细微的精神体被碾爆的声音 轻轻地在这片空间中回荡着 只不过每当这声音响起一次时 那小雕的爪子便是会忍不住的微微一抖 精神墨盘缓缓旋转 仿佛永无止境的循环 而在那墨盘之下 一道身影犹如牢蚁般 凭着一股意志 在那碾爆与复原间垂炼着自身 第八次了 不知何时 小雕眼中的戏虐消散了许多 目光有些惊讶地望着 那墨盘之间的少年 他能够感觉到 后者其实早便是强弩之末了 只不过是凭着一股意志 坚持着而已 砰的一声又是一道脆响 小雕眼中金色更浓 不过这种金色 在半晌后的再一道声音响起时 便是逐渐地化为一抹凝重 十次 林栋足足在那精神墨盘中 小说了十次精神被碾爆 又被复原 再被碾爆的循环 这小子倒是有着一些任性 小雕放下抱在胸口的爪子 第一次发现这少年的身上 似乎有着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 在小雕心中感叹时 一道近乎透明般的身影 缓缓地从精神魔法之中飘荡而出 最后停留在了前者的面前 那虚弱至极的脸庞正是林栋 虽说现在的林栋已经脱离了那精神墨盘 但他还是能够感觉到 那种剧痛依然还残留在精神之中 小子不错呀 第一次竟然能够熬过十次 望着那异常虚弱的林栋 小雕笑了笑 道 林栋勉强地回忆一笑 不过虽然如今异常虚弱与疲惫 不过他隐隐有种感觉 如今的精神力似乎比起先前 要稍稍凝实了一些 看来这精神墨盘对于锤炼精神力 的确是有着不小的作用 现在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不是一句去锤炼 还是好好回去休息吧 另外 雕爷我建议你最好弄一些 能够调养精神力的灵药 那会让你的锤炼效果事半功倍 不然的话你的精神 会因为太过虚弱而出现损伤 容易留下后遗症 小雕懒洋洋地道 嗯 多谢了 林栋认真地点了点头 虽然这小雕来历不明 不过似乎的确懂得不少 稍微理智地听取一些他的话 倒是没有什么坏处 小雕摆了摆爪子 也不再多说什么 转身便是化为一道豪猛 略进黑暗之中 而林栋也并没有多留 心神一动 便是出现在了这片精神空间 房间中林栋睁开双眼 一股悬晕的感觉 立刻便是从脑海之中传出 他甩了甩脑袋 苦笑一声 虽说在那十幅空间中 修炼对于本体没有什么损伤 可对于精神力 却是一种极大的消耗 轻吐了一口气 林栋一缕心神 飘入泥湾宫当中 只见得那枚本命灵符 此刻异常的暗淡 不过他的形体 却是变得更加凝视了一点 醒来应该是先前 在精神末盘中修炼的成果 的确是需要一些 能够恢复精神力灵药的辅助 才能够取得最大的修炼效果 看来这几天 还得看看能否买到一些灵药啊 见到这一幕 林栋也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然后伸了一个懒腰 带着深深的疲惫 倒头便睡 在接下来的数天时间中 林栋几乎每天 都是要进入十幅空间 使用那精神末盘 淬炼着精神力 虽说那等煎熬 实在是太过折磨人 不过这却是现在的林栋 能够迅速提升精神力的 唯一渠道 至于能够恢复精神力的灵药 那东西太过罕见 就算是林栋找遍了 青阳镇交易坊会的 地下交易所 都是仅仅只寻找到了 两株二品品质的灵药而已 不过总归是比没有来得强 而在林栋这般 废切忘实的修炼下 七天时间眨眼边过 这七天中林栋的精神力 浸淡不小 那枚本命灵符 也是远发的灵史 有时候看上去 就宛如一枚实质的符文般 不过这距离想要踏足 二隐符诗 依然还是有着不小的差距 不过所幸 对于这般结果 林栋已是早有预料 如果二隐符诗 如此容易便是能够进入的话 那符诗也就不会那么值钱了 而在灵动修炼间 林家中 也是暗中将一小辈转移出去 以此防备着发生最差的结果 伴随着日子一天天的过去 林家内的气氛 也是越来越紧张 而青阳镇的其他势力 也是将母公投射于死 幸灾乐祸者有之 担忧者有之 冷眼旁观者有之 当真是众生百相 林家深处的林间 林栋紧闭的双眼徐徐睁开 心神一动 一枚化神针便是在面前飞速的凝聚而出 这所谓的化神针 如今的林栋 已是能够将其掌握得炉火纯青 不过毕竟只是普通的精神秘技 威力并没有强到 让人感到惊叹的地步 十天了 散去面前的化神针 林栋面色 确实有些凝重起来 这十天内 虽说它倚仗着精神抹盘 导致精神力大涨了不少 可却并没有进入二隐浮尸 按照林栋的预料 恐怕还得需要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他才是能够借助这精神抹盘之效 踏入二隐层次 不过 现在的时间可还远远不够啊 没有踏入二隐层次 那他就不可能会是那踏入 圆丹静小圆满的未通的对手 必须想办法拖时间呢 林栋轻叹了一声 这紧迫的时间 让他有点焦头烂额 嗯 林栋的叹息声刚刚落下 他突然感觉到 地面细微的抖了抖 玄机面色微变 绞尖一点地面 便是月山一棵树顶 精神力蔓延而开 然后他的拳头便是猛然紧握 在林栋的感知中 在那青阳镇的镇门处 一股洪流突然涌现 然后宛如狂风般 轰隆隆地对着林家 所在的风位 席卷而来 声势惊人 雪衣门 望着大鼓身着雪衣 浑身透着煞气的大队人马 林栋轻吸了一口气 终于是来了吗 雪衣临门 林家众人 出来受死 大队人马轰隆隆地 冲至林家之外 而后一道立鹤声 在那雄厚的园内包裹下 满如惊了一般 在整个青阳镇之中 响彻而起 无论